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来来跟大家分享 依然还是惯用语的部分 因为到这阶段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 基础的东西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还是一些额外的词句 以及就像是我们中文的有一些 日常用语、惯用语、成语 多多少少就给大家 多一些词句的分享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没有开始今天的 慣用语分享之前 如果你有没有订阅他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哦 其他在旁边的那个铃铛铛 按下去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閉盟,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的慣用语 是和这个Koshi有关 依然我们又回到这个腰部的地方 那今天呢是一个相反译词啦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腰部 有重跟轻、强跟弱 那今天会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就是強い跟弱い的这个差别 Koshiが強い、腰が弱い 到底什么意思呢? 和腰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Koshiが強い Koshiが強い 这个呢它跟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结构没有太大关系 它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性格怎么样 那Koshiが強い就代表一个人呢 他比较坚定啦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被打败 或者是沮丧的人 他就是越挫越勇 遇到挫折就会越勇敢 就是比较坚定 比较坚强的那种性格 好的 那么我来看一下第一竹的这个例子 Kare wa koshi ga tiyo i kara Mawari ni nando yware yo tomo Koshi ga tiyo i udon o tsukurumare wa akirame nai daro Kare wa koshi ga tiyo i kara Mawari ni nando yware yo tomo Koshi ga tiyo i udon o tsukurumare wa akirame nai daro 所以这个呢 大家有看到 这个观用语呢 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用了两次 那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第一个呢 Kare wa koshi ga tiyo i kara 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人呢 真是坚硬不催的 没有东西可以让他 就是感觉到挫折 他就会遇到困难 他就克服他 然后一定 一定要做到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么坚强 所以这边呢 他就稍微说明了 就是 因为呢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为什么呢 Mawari ni nando yware yo tomo 这个Mawari ni 就是他的周围的朋友 周围的认识他的人 Nando yware yo 就是被 这边的 就是这个我们讲 被说 它是一个被动形式 所以被视周围的朋友 家人呢 认识他的人 都劝说他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Koshi ga tiyo i udon wo tsukuru made 这边呢 Made 是代表这个戒指 就是直到那个为止 在之前呢 他一直在做什么事情呢 Koshi ga tiyo i udon U udon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 U udon 麵 那个U udon 那这个Koshi ga tiyo i 就是代表说 有面筋的 就是弹性很好的 有嚼劲的 所以呢 这个Koshi ga tiyo i 它就有第二种的意思 就代表如果在面筋上 不管 你是面条也好 还是各种的 就是和面筋有关的呢 它是会有那个韧性在的 有那个弹力在的 那个呢 我们叫做Koshi ga tiyo i 那相反之的 Koshi ga tiyo i 也就代表那个面筋 就是软软它 它不会回弹的 就是没有嚼劲的意思 我们就用Koshi ga tiyo i 当然除了这个面筋的 这个形容上来说呢 布料我们有时会是这样子用的 有一些布料呢 它是比较有弹性之类的 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Koshi ga tiyo i 所以这个是在材料部分呢 我们也是会用的一个用法 那如果是观性格上来说 就是比较坚强的一个人 这样子 这边呢就是我们讲 直到他能做出一个 就是非常有弹力的这个 乌冬面之前 那么では 諦めないだろ 不会放弃的吧 因为他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 四周围都在劝他说 被说了什么 还是你放弃啦 还是不要做了 还是什么 还是出去外面买就好 都不会放弃的 直到做到他满意的 有弹性的这个 乌冬面为之类 这样子 大家明白吗 彼は腰が強いから 周围に何と言われようとも 腰が強いうどんを作るまで 諦めないだろ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彼女は腰が強い女性なので 安安とはくしない 彼女は腰が強い女性なので 安安とはくしない 所以这个也是很简单 也是一样和坚强的性格有关 他就说 他这个女生啊 就是腰が強い女性なので 她是一个 就是女强人 没有东西可以打败她的 就是遇到困难 都可以很快自己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她是一个性格 比较坚强 比较坚�incente 的一个人 所以 安安とはくしない 安安安したわはくしない 安安安不是本的 贫離文文的 不會慌慌张张的 然後呢 くしない くしのい就是不會沮丧 不會好像 被打败了 一副被打败的樣子 放弃这样 所以这个呢表达也是很表面上的 就是说这个女生呢 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性 所以呢她的这个生活都是平平稳稳的 就是很稳定的不会大起大落这样子 好的 接下来呢是今天的第二组冠用语就是 这个呢就是相反的意思 刚刚那个是坚强的嘛 就是我无坚不吹的 那另外一个这个弱爱呢 就代表说她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却肠的人不敢去做 或者是我们讲容易就退缩的人 这样子 这个是她的性格的一个差别所在 那如果是布料那些面积的话 就像刚刚所说一样就是相反意思的意思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一步一步的话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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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彼は腰が弱いので 就是呢一样 因为她是一个呢 比较容易胆小的 怕去应对事情 不要退缩的一个人这样子 所以呢她没办法办到什么事情 苦衔は苦手だが 那何々が 苦手就是她不擅长做什么事情 这边的苦手就是指谈判 像职场上你必须要跟别人谈判 去协商这个条件 所以你一定要很勇敢 是一个很容易退缩的人 所以她做的事情都是我们讲 不值得去信赖她 或者是怎么可以把这个重大责任去交托在她身上呢 所以这就反转的部分就是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她不会说谎 不擅长说谎 或者是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心眼 所以还是值得被信赖的一个负责人 这样子 大家明白吗 彼は腰が弱いので 交渉は苦手だが 嘘をつかないので 信赖され 責任者になった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 腰が弱い上に 話術で攻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 お客様には笑顾を心がけています 腰が弱い上に 話術で攻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 お客様には笑顾を心がけています 所以这个也是职场上有关的 就是说我腰が弱い上に 什么是上に 这个文法就是我们讲 再加上 就是一跟二是同一个属性的 所以我们讲 而且 这样子 而且 所以他说 我呢 又这个性格又弹怯 然后又怕事情 所以呢 わじつで 这边的わじつ 就是我们讲的 利用上职场上的画素 我这样子性格呢 是没办法 就是用画素呢 去和对方攻击对方 就攻める 跟刚刚那个口臭 是差不多一样 就谈判嘛 去攻击对方 用自己的画素呢 去引诱对方 套对方的话 这样子 所以我就没办法办到 所以わじつで 攻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 这边呢 わじつで的で 就是手段 用什么手段的意思 所以用 没办法 做不到 用画素去攻击这件事情 只能怎么样 お客様には笑顾を心がけています 那お客様には 它是方向的对象 就是对于客人呢 只能怎么样 只能就是注意一下笑容 我不能就是好像我们讲这个业务嘛 业务很多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的画素去提高对方 要购物欲这样子 就让对方想要买 那我就做不到这件事情嘛 所以我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对着客人的微笑 这边的心がける呢 就代表说你要留意 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 它的动作的方向是 お客様 お客様には笑顾を心がけています 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微笑 对客人 让他们有一个 让他们开心 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 很友善的 这个业务员这样子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他 能做到的事情 跟不能做到的事情 わたしは腰が弱い上に わ術で攻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 お客様には笑顾を心がけています 好的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相反译词的 惯用语和腰有关的 一个是腰が強い 一个是腰が弱い 腰很强跟腰很弱 那其实它是跟腰没有关系的 就是性格上表达就是 坚强 没办法打败你的 你就是很坚定的 还是呢 你就是怕事情退缩的 一个人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室的视频 也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 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要没有订阅 他们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所以他们就会心动它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大疚様でした またね バイバイ 所以 kissatenに入ると 当进去一家 就是喝茶地方 我们讲的cafe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kissaten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